欢迎回来一起来关心天气 今天白天起水气减少 只有花东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 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其他地区都是多云道晴的天气 另外气温方面 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天气比较凉一些 像是北部有最低温是来到了17度 不过其他地区早晚也会比较凉 而小丁宁方面要告诉大家 中南部地区的日夜温差 以及南北的温差都比较大 外出活动记得要注意温度的变化了 而明天开始礼拜三到礼拜五 气温会渐渐的上升 东半部地区会有偶雨 而周末母星节天气如何呢 目前预计是水气增多 各地可能会有短暂的震雨 我是林一文 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 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 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